南科下着大雨 台积电也蒙上一层阴影 从周四晚间开始 台积电南科18A厂制程出状况 据传是包商氧气供应受到污染 对此台积电紧急发出声明 说明部分气体疑似受到污染 已经调度其他气体供应 对于营运没有造成显著影响 其实半导体制程相当反复经验的 其中约有三分之一需要用到氧气 涵盖石科物理及化学研磨 都是核心制程 将这些化合物质整个吸收出来 而可以不会将整个的晶圆 然后在石科的过程当中 然后受到污染而影响凉率 加上台积电的南科18A厂 负责生产5奈米晶圆 是苹果iPhone的重要零组件 就怕对iPhone生产供应造成影响 即使传出产线出包 但台积电股价仍然不受冲击 周五盘中反复触及580元整数关卡 最后也顺利占稳580元 值得注意的是 2019年台积电在南科14B厂 也曾因为光阻疫造成晶圆量率异常 导致营收减少了5.5亿美元 这次气体供应再出问题 会不会影响量率 则是观察重点 下期新闻王少宇 胡克桥 吕裴军 台南采访报道